自從陳志雲高調過檔商台之後 大家都知道現在TVB剩下的高層只有幾個 大家都覺得陳志雲離開了TVB之後 TVB現在說了事的就是駱小姐 其實身為這個管理層 只有一個人說了事 當然不是那麼開心 一定要找人入主TVB 跟駱小姐抗衡才可以令工作效率好一點 究竟有誰這麼有份量可以入主TVB 跟駱小姐教兩個呢? 其實這個人非常有來頭 還是志雲的好朋友 也是TVB新主學王的老友 這個人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幫TVB打工 現在都已經半退休 可以找到他出生的確是一點都不容易 究竟他是誰呢? 一起娛樂試試 一路以來駱小姐在TVB的藝員科 都是說了事的 他要捧紅誰就是誰 其實現在志雲離開之後 大家都說駱小姐在TVB的勢力 未越來越大 差不多他就說了事了 其實新主都覺得 其實這麼少的高層是不夠的 一定要找一些資深的進去 就幫忙可以捧紅TVB一班的藝員 只要他們的藝員夠紅的話 拍出來的劇集自然就多人看了 究竟誰這麼有份量 真是可以入到TVB和駱小姐抗衡呢? 他們想了很久 終於就被志雲想到 原來志雲臨走之前 已經將這個人推薦給新老闆 其實這個人真是夠份量的 在六、七年的時候 他已經幫TVB打工了 你沒聽錯 即是說他是TVB的開荒牛 他幫TVB打工打了二十多年 現在都退休了 不過最近見他在這個娛樂圈又活躍了 他就是妹姐馮美姬 其實妹姐有請這個節目在TVB熱播當中 由於他的身份地位非常之高 所以他請了好多個明星 上去他的節目那裡 所以這個節目非常之有口碑 其實馮美姬在二十多年前 和TVB打工的時候 他都是絕本的這個藝員科 TVB的五虎 即是好似劉德華、梁朝偉 全部都是他發掘出來的 而且周星馳都是他點石成金的 當年的藝員科 真的比現在輕旺很多的 而且當年的馮美姬都覺得 要留住那些藝人 一定要給他們賺到錢的 所以他非常之鼓勵 梁朝偉、劉德華、苗喬偉 就出去外面拍這個電影的 令到他們更加紅 幫他們TVB再拍電視劇的時候 自然更加多人看 梅姐馮美姬在六七年幫TVB打工 一打就打了二十多年 在九二年的時候就過檔有線 然後在08年就已經退休 現在就喜歡鑽研飲食 亦都出了很多烹飲書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陳志雲就請梅姐 跟他們生活台主持了一個節目 叫做梅姐有請 這個節目真的有很多明星上過去 例如許冠文、劉嘉玲、陳偉林 戴著肚子都會做她的嘉賓 證明梅姐的身份真是幾崇高 現在志雲要走了 他就將梅姐推薦給學王 原來學王本身就和梅姐都是非常之老友 他就希望梅姐可以入住TVB 做這個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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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幫他們搞好這個藝園科 梅姐就覺得其實TVB是一個非常之好 訓練人才的地方 不過現在好像很多的人才都流失了 去了國內和其他的電視台 所以她就希望可以入住藝園科 然後就可以捧紅一班新人 雖然今次梅姐的行為非常之低調 但是很多TVB的知情人士都說 見到梅姐頻頻回TVB那裡開會 身為這個顧問當然是不用整天上班 還要入住藝園科 所以陸小姐一個人真的不會兇 梅姐就跟新的老闆說 現在發現套套劇都是胡幸宜、馬國明、楊宜 這樣看上去不是辦法 最大的方法就是要捧紅現在的新人 那梅姐在一班新人當中已經看中了幾個 希望他們可以在電視和電影雙線的發展 希望他們快點捧到這個人氣 就可以有新的小生花彈出現 那見到梅姐真的入园TVB的話 證明她真的可以跟駱小姐鬥一番 究竟到最後這個藝園科 會不會因為梅姐的回歸 令到可以振興TVB的小生花彈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講這麼來是時候發進公投 現在八轉公開題目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是梅姐的話 你覺得TVB哪一個新人最有潛質呢? 拿去將你的意見去到八轉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有時間再見 拜拜